大家好,这里是404书院,告诉大家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。 1972年2月21至28日,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,为了掩盖中国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真实情况。 总指挥就是周恩来,迄今50多年了,造假说谎之风遍及中国,愈演愈烈,以无药可制。 但是,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7日,中共精心安排各种假象欺骗来客。 49年后,中共好大喜功,妄想一步登天,实现共产主义式的人间天堂。 结果把国家弄得越来越穷,大跃进成了大饥荒,怎么收场,向天下交代? 说谎,便是一大法宝,从政治到经济,从军事到外交。 反正一言堂,一手遮天。 1972年中美解冻,来华外国记者,外宾险增,要求采访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。 可是丑媳妇要见公婆,怎么办? 还是老办法,造假糊弄。 1972年2月21到28日,尼克松访华,从上海进入国境。 参加这次接待的国旅翻译,罗卫国前些年还写了回忆文章。 他见证说,整个上海如临大敌,对特殊人员采取隔离措施,精神病患者全部管控。 对黑五类采取理论办学习班,实为看管起来。 2月27日,尼克松在户准备签署中美上海公报。 下午一些美方记者要游览黄埔公园。 当天的气温为零度,公园没什么人,中方还是清场。 在安排十来对男女青年坐在指定场椅上,似乎在谈恋爱。 一些人冷得实在吃不消,帽子捂得严严实实。 美方记者很快看出破绽,他们真的是在谈恋爱吗? 为什么没有其他人? 罗魏国说,我无言以对,只好耸耸肩,一笑了之。 根据凤凰卫视2012年2月的节目披露,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,天气一直不太好。 连续下了几场大雪,而北京通往长城的道路也都是老路。 下雪路滑,非常危险。 就在尼克松担心自己登长城的心愿即将破灭的时候,一夜之间北京80万人上街扫雪。 没有除雪机,没有溶雪剂。 硬是靠双手扫出了一条通往长城的路。 看到这样一番景象,尼克松对自己的手下说, 我在美国也不能一夜之间召集这么多人,显然。 这样的号召力只有在极权国家才能出现。 美方记者在参观菜市场。 也事先清场,再组织假顾客假购鸡鸭鱼肉。 美国记者一离开,菜场人员便将顾客所购之物统统收回, 并收走摊上的鸡鸭鱼肉。 趁尼克松访华, 美国著名制片人陆希杰文兹申请采访北京,拍摄了著名的纪录片《故宫》。 其中一节为故宫周边住户生活。 该片后来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——艾美奖。 如何满足美国朋友的要求? 得找一个完美的北京一家人。 国务院办公厅将这项特殊政治任务交给北京服外办。 经过几个月的再三甄选, 找到清华再读生刘志军一家。 外交部不放心, 领导亲自登门考察。 看了刘家三代, 并向派出所居委会深入了解, 认为万无一失, 才敲定这一家。 同时, 制定了极为细致的对答词。 对外宾可能提到的各种问题, 背下标准答案。 印发各家, 人手一份。 居委会组织居民学习, 背得滚瓜烂熟才准回家。 请看标准答案。 规定外宾问及文化大革命, 需应对很有必要。 问道武器干校, 上山下乡。 对答大有好处, 很受锻炼。 问道工资收入, 家庭生活。 要答够用, 生活很好, 不能说出具体数字。 因为外国人贼精灵, 根据薪额可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, 进而测算出军工生产与国防实力。 小数字连着国家大机密呢? 所有问题中, 只有一项提问可如实回答, 家里有几口人, 就这可如实回答, 也惹出了一个笑话。 一位外宾像一老头拉家长, 家里有几口人, 老头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, 一紧张, 便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。 慌忙回答, 可如实回答, 外宾一头雾水, 莫名其妙。 几位当年过来人十分懊恼未能保留下那张标准答案, 那会儿, 恭敬接下, 过后随手一扔, 没想到这是珍贵的第一首史料。 拍摄一开始, 露西杰文姿便十分困惑, 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, 衣服裤子怎么都是黑蓝灰三色, 鞋子也是男的都军绿色球鞋, 女的都是方口扁口黑不斜, 三代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, 老外不明白中国女孩哪怕有鲜艳衣服, 也只能穿在里面, 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, 谁敢穿出色彩来, 为了调剂出一点色彩, 刘家大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婚的新娘子戒红衣上, 二妹则借林家暗紫色格子上衣, 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, 众所周知, 那时的市场短缺, 肉蛋于情, 肥皂火柴, 针头现脑, 一律评券供应, 那年中秋, 广安门菜服厂突然摆上各种鲜菜, 应有尽有, 买肉居然不用票, 敞开供应, 只要排队就能买上, 刘志军父亲单位为让他家在外宾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豪, 特地补助一百元, 刘母赚着相当自己三个月工资的钱, 乐滋滋地挤在买菜行列中, 当时全国宝金户, 金户居民生活水平比外省高出一大截, 但这样的敞开供应与琳琅满目还是头一遭, 未向外宾显示一片繁荣, 北京福府拼足全力不置展示窗口, 规定凡是外宾所到之处, 所有商品免票供应, 不过可买可购不可带走, 外宾走后, 需将货物退还柜台, 有关部门表扬一位卖肉师傅水平很高, 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, 卖肉师傅见外宾在旁, 一刀切下二斤免票递给顾客, 让外宾目睹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之高, 有人趁此大好机会, 买了好几双不要工业券的尼龙袜, 刚走到门口便被拦, 不仅退回尼龙袜, 还通知其单位浑水摸鱼, 挨了处分, 另据苹果日报报道, 尼克松访华期间,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招待, 除标准的四菜一汤, 芙蓉竹孙汤, 三丝鱼翅, 两吃大虾, 草菇盖菜和椰子蒸鸡, 更特别下令大连的潜水队冒着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潜入深海, 采集了一千公斤优质鲍鱼招待尼克松, 渔民们完成了任务, 可有三位渔民却因此被冻死了, 其中一位年仅十七岁, 他叫何高, 后来纽约时报记者马托夫把这一事件报道出来, 尼克松夫妇为此深深的自责, 而始作俑者周恩来和中共不曾见到任何的忏悔, 那是一个非撒谎不可的年代, 国人不但习惯说谎且形成下意识, 友谊跳楼自杀者, 弥留时说了最后一句谎话, 我梦见有特务, 我追就跳了, 为了死后不被诬陷为罪自杀或自决于人民, 中共骨子里就是, 造假和恐怖就与之相伴, 而尼克松访华期间的造假以及对中国人的钳制, 控制, 更令人不寒而栗, 这是一个怎样恐怖的国家, 如果您觉得有所收获, 麻烦帮忙点赞, 转发, 订阅, 谢谢收看。 谢谢观看